大家好 2月3日德国著名的焦点杂志刊登了一篇特约文章 我很愿意跟大家一起分享 《美国求自保但为时已晚》 电动汽车太阳能板 TikTok抖音 中国不仅在迅速追赶 而且还在关键产业上实现了超越 这就是为什么自特朗普时代以来 华盛顿的警钟一直在敲响 但即使是他的继任者拜登 也无法阻止中国的崛起 当罗伯特哈贝克下周飞往华盛顿时 他将见到一个明显寻求与中国冲突的美国政府 不管是语言上 经济上 有可能很快也会在军事上 德国知事补充下 罗伯特哈贝克是德国经济及环保部长 好 我们接着往下 不管是共和党或民主党 尽管发起人不同 美国的中国政策基于美国优先原则 由特朗普建立拜登发扬光大 下面这里有个民调也很有意思 你是否认为对中国的依赖性令人担忧 我们可以看到结果高达81%的人认为令人担忧 必须更加独立自主 仅11%的人认为没问题 我们需要保护美国人免受中国的影响 民主党商务部长吉娜·雷蒙多说 我们需要对美国投资整个中国经济进行投资封锁 外交事务委员会主任 共和党人麦卡尔说 中国的崛起是实实在在的 但为时以晚 美国可以切断与中国的贸易关系 但它已无法阻止中国的崛起 事实是 一 中国只用了20年的时间 就将其在世界经济中的份额 从3.6%提高到今天的近19% 二 总部设在伦敦的经济研究机构CEBR预测 中国将在2028年取代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经济体 该研究所假设年增长率为4.5% 三 就购买力评价而言 中国今天已经是第一了 这意味着中国人的国内购买力已经赶上美国 好 下图为全球各国2022年的GDP 可以看到美国高达25.3万亿美元 中国19.9万亿美元 日本4.9万亿 已经不及中国的四分之一 德国4.3万亿 英国3.4万亿 印度3.3万亿 印度现在只有中国的六分之一了 观看经济 中国确实在一步步逼近美国 如果考虑到美国的GDP 是建立在大肆印刷美元的基础上 而中国是实实在在的实物生产 美国经营阶层当然明白 自己的GDP到底有多虚 当然美国的科技总体还是大幅领先中国的 但从美国的视角来看 能对美国的霸权构成威胁的 确实只有中国 难怪美国现在如坐针毡 好 我们继续往下 同时中国不仅在经济的外围领域大显身手 而且在核心领域 也取得了全球领先地位 第一 在电动汽车领域 中国人处于领先地位 大众汽车公司的老板布鲁姆 目前正在中国 一晚就可能为时一晚的东西 大众汽车在电动汽车领域的霸主地位 已经假然而止 中国人主要是购买中国品牌电动汽车 大众现在在这个顶级市场中只排名第三 或者说的更尖锐一点 中国正在把旧世界留给老的汽车制造商 像比尔迪这样的中国制造商 已经明显地更了解他们的国内客户 2022年上半年 比尔迪在中国售出了32.6万辆全电动乘用车 和31.5万辆茶电式混合动力车 与前6个月相比 销售额增长了320% 2022年 中国电动汽车的销售市场增长了10% 达到290万辆车用车销售 德国知事点评 虽然这篇报道刚刊断出来 但显然文章的数据已经明显过时了 实际上比尔迪在去年 也就是2022年 共卖出了186万辆汽车 其中光纯电动汽车就高达91万辆 而整个中国市场 去年全年的汽车销售量 为近2700万辆 几乎占了全球的三分之一 据华尔街日报报道 2022年中国纯电动车和插电式混合动力车的总销量为567万辆 2023年估计会达到900万辆 甚至1000万辆 2022年中国出口了300万辆车到世界各地 下图是2022年上半年全球电动汽车销量统计 可以发现比亚迪和奇瑞的增长率都超高 不过这个数据已经老了 第二 中国在太阳能领域处于领先地位 这种全球市场地位是来之不易的 仅在2022年前六个月 该国也就是中国就投资了约410亿美元到大型太阳能项目上 比前年增加了173% 德国本身曾一度在光伏产业领先 但今天它95%的太阳能设备来自中国 根据国际能源署IEA的一份报告 中国的太阳能组建生产的全球份额 现在已经超过70% 中国不仅出口 而且本身已成为光伏的一个繁荣市场 在15年内 从0到300千兆瓦的装机容量 而欧洲只有140千兆瓦 其中40%在德国 下图为全球光伏产业占比 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确实占支配地位 2021年中国的占比已经高达74.7% 遥遥领先世界所有国家和地区 可以说一旗绝成 现在我说说 现在统一读旗 旗马的旗 三 中国正坐拥大量的原材料储备 对于任何电子产品的生产 特别重要的是所谓的稀土 中国是这些原材料的主要生产国 市场份额几乎为70% 世界市场的34% 由从中国进口的稀土组成 在欧洲制造的电动机的原材料 由65%是从中国进口的 对于锋利涡轮机和光伏系统 这一比例超过50% 四 中国在原材料深加工方面占主导地位 这些原材料的大部分加工也在中国进行 全球90%的稀土加工在中国进行 70%的菇加工也在中国进行 用于制造电动汽车不可或缺的离离子电池的离 也主要在中国使用 全世界生产的这种类型的电池 有77%是在中国制造的 全球10大电池制造商中有6家位于中国 中国制造的社交媒体 征服了西方年轻人 TikTok背后的公司字节跳动 现在价值超过1000亿美元 根据他自己的披露 2022年9月有超过10亿用户活跃在该平台上 世界范围内TikTok的趋势正在影响整整一代人 超过60%的用户年龄在29岁以下 因此字节跳动收集了大量关于他们的行为和喜好的数据 与此同时 像元宇宙和Alphabet这样的西方科技公司 被拒绝进入中国市场 美国平台仍然在全球社交网络中排名领先 2017年才推出的TikTok的增长速度超过了他们 仅在2020年第二季度 该APP就被下载了3.18亿次 创下世界纪录 结论我们见证了一次历史性的赶超 德国前总理施米特 最后一位见到毛泽东的德国政治家 曾经预言 中国人不使用军事力量正在征服世界 句子的一部分是事实的陈述 另一部分是期许 好 朋友们 该文章就到这里 我们来看看读者评论 可惜该文章只有4条评论 比较少 惊慌失措的抱怨 然后双手抱头 这不是解决的办法 每个人都有长处和短处 国家或意识形态并不重要 没有人能够预测权力结构会在军事上 还是在经济上发生变化 来自书本的和道听途说的投机性原始陈述 我留给那些充满智慧的人吧 那不是也不应该成为标准 不明白岁月摧残的人都应该去教堂祈祷 也许上帝比地球上的某些元素表现出更多的先见之名 军事上我们已经两次入侵中国 而中国从未入侵过我们 到目前为止 施米特的判定是正确的 这种状态能保持多久 这很难由中国决定 但这取决于美国 米尼汉将军想在2025年前进攻中国 这个人透露了很多关于他自己的有趣的事情 例如食物在杀人后对他来说更美味 或者说他的婚姻通过杀戮变得更加牢固 如果你不相信 你可以读读这个故事 因此这些就是我们相同价值观的伙伴 或者说不是我们的 而是外交部长贝尔伯克和经济部长哈贝克的 我想要其他的价值观 我宁愿要孔子 也不要我们相信上帝的凶残诚信 美国和欧盟的希望在破灭 对于负债累累的西方国家 尤其是德国来说 情况越来越紧张 在失去了俄罗斯市场后 如果中国攻击台湾 对中国发起另一次封锁的话 将使我们失去第二个最重要的出口国家 在欧盟市场内部 我们的大部分货物 只能在德国联邦银行的Touchit2 担保下流通 与之不同 中国人则以现金支付他们的进口 世界正在重新组合 金砖国家正在考虑建立自己的金融结构 以结束对过于强势美元的依赖 西方国家占世界人口的10% 而金砖国家巴西 俄罗斯 印度 中国和南非 占40% 另外12个国家 其中有非常丰富的原材料 已经在加入金砖国家的名单上 哈贝克先生对此应该怎么说 当然 他可以诚实的说出事实真相 德国已经 并将继续为许多德国大公司的利润增长 做出贡献 这不仅是自愿的 而且是心甘情愿的 是在政治支持下 成就了中国今天的辉煌地位 但他肯定也会使用其他词汇或短语 但美国人也不傻 看你说的 为什么中国不能通过自己的努力工作来实现辉煌 而在这个过程中 进出口贸易就是证明 它使我们所有人都更富有了 难道这有什么不对吗 中国有没有侵略过谁 是中国参与了20年的阿富汗战争 还是我们德国参与了 你从中国受益 我以及我们所有的人都从中国受益 朋友们这就是该报道以及全部读者评论 我们可以看到大家貌似都很理智 比较中立 是一篇难得的反省文章 读者的观点也类似 可能中国国内 比如说像微博上的恨国党 公志们很不愿意看到这样的西方媒体的报道 好了 咱们今天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